每次拿到新產品 又或者是想要給各位進行性能演示測試等 我都得花時間去做一系列的性能檢測 以及穩定性測試等等 那作為科技之媒體的我們 究竟是用什麼軟件來進行這些性能和穩定性檢測呢? 今天的視頻就是來和各位分享我所使用的監控和測試軟件 首先是和各位分享監控軟件 第一個是監控CPU規格的軟件CPU-Z CPU-Z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經是監控CPU規格的熱門軟件了 打開之後可以實時監控CPU當前的電壓和頻率狀況 也包括CPU的製造規格和工藝 所支持的吉令吉以及核心數量規格 除此之外還提供主板記憶體內存以及顯卡的基本規格參數 可以說基本上小白只需要通過CPU-Z 就能夠完全知道你的電腦是使用什麼CPU 包括使用什麼主板記憶體內存和顯卡的信息 都完全螢幕了然 但唯獨硬盤的信息以外 此外還提供了最簡單的跑分檢測 可以通過CPU-Z的跑分來評估CPU的單核和多核性能 還能和其他CPU款式進行交叉對比 不過由於CPU-Z的跑分時間太短 容易受到太多變量的影響 因此跑分成績的參考價值相對比較一般 接著是GPU-Z 可以理解為顯卡版的CPU-Z 整體介面和CPU-Z是大同小異的 用來顯示顯卡的詳細規格和參數 其中就包括了VBIOS的版本 流出了續數量 當前PCIe協議規格 以及顯卡的頻率狀況和支持的技術等 不過GPU-Z本身並沒有提供性能檢測跑分的功能 單純的就只是提供顯卡的詳細信息用途 然後也少不了記憶體內存的檢測軟件Typhoonburner 使用它的人其實並不多 單純只是查看記憶體內存的顆粒信息 從而判斷記憶體顆粒本身的體質和超頻表現 不過Typhoonburner是能夠通過修改參數來造假的 所以一般這個軟件是用在大牌子的記憶體內存 並且參數信息僅供參考 再來是Crystal Disk Infoam 是用來監控硬碟的軟件 主要是查看硬碟本身的當前壽命和無度狀況 其中還能夠查看當前硬碟的讀寫次數以及通電時間 非常適合小白檢查自己新買的電腦 是不是使用二手的硬碟 又或者是通過自己購買的二手硬碟 實際的讀寫和壽命狀況還有多少價值 然後是你們最常在我視頻裡看到 也是我最常用的HW Infoam 在監控所有硬體的詳細信息裡提供了包括頻率表現 功耗、溫度、風扇算數等等 是目前最詳細的軟件了 而且還能夠通過記錄文檔來實時記錄硬件每個時間的參數變化狀況 非常推薦各位用來監控硬件的溫度、功耗、電壓等變化 接著是和各位分享硬件的性能檢測軟件 首先是Cinebench R20和R23 用來檢測CPU單核以及多核心渲染性能 用時比較長受到的其他變量影響也相對比較少 是目前用來評估一款CPU性能的標準軟件 然後是3DMark Firestrike和Tonspy 主要是用來檢測CPU和顯卡在遊戲中的性能表現 其中Firestrike是代表DirectX11的標準測試 而Tonspy則是代表現今DirectX12的標準測試 檢測會獨立分為CPU性能和圖示性能分數 當然也代表了CPU和顯卡本身的各種性能標準了 3DMark擁有免費的Basic Edition 只提供最基礎的Firestrike和Tonspy的討分檢測 如果是通過Steam付費購買 將能獲得更多額外的功能 包括高分辨率檢測的Firestrike Extreme和Ultra 以及Tonspy Extreme 甚至還有包括光追性能測試的Poro 又等多種檢測功能 然後是iW64 Extreme iW64是個付費軟件而非免費的 它是提供了30天的免費試用期限 一般會使用它來進行CPU的反存性能測試 以及硬件壓力測試 當中我最常用的自然就是 調郵AVX指令級的FPU考試測試了 同時它也有類似Hestaview Info那樣 提供非常多硬件的溫度和功耗監控功能 想要訂製小屏幕在機箱作為顯示硬件信息用途 也可以通過iW64來完成 緊接著是Prime95 是一款單純提供CPU壓力檢測的免費軟件 能夠自由調整多樣化以及不同壓力程度的烤機測試 如果覺得iW64需要付費 加上免費30天使用不夠滿足 Prime95也能夠代替 這些壓力測試一定程度上都能作為 測試CPU的穩定性用途 再來是Farmark 是一款顯卡壓力測試軟件 主要是用來測試顯卡在高負載運作下的整體發揮狀況 或者是用來測試顯卡穩定性功能使用 另一款MSI Composter也是類似的功能 還增加了更多不同圖形負載的壓力測試選擇 基本上這兩個都是我會比較推薦的軟件 然後是記憶體壓力測試MANTES64 一般記憶體超頻後或多或少都可能存在不穩定的問題 而這類問題很難通過日常使用找到原因 所以MANTES最主要就是指向記憶體的穩定性測試 用來判斷超頻後的記憶體內存是否有穩定性的問題 Crystal Disk Mark是一款硬盤的讀寫跑分軟件 也是用來檢測硬盤單前的讀寫速度檢測 除了一般常見的順序讀寫速度以外 也能夠檢測4K隨地的讀寫性能 另一款AS SSD Benchmark也是一樣的功能 但兩者的讀寫機制稍微有一些出入 因此一般只能進行同款軟件跑分的對比情況 常常有人會詢問我每次做遊戲性能測試 所顯示的幀數是什麼軟件 那就是MSI Afterburner和FPS Monitor MSI Afterburner是一款完全免費的軟件 而結合了River 20能夠實現在遊戲中顯示 硬件參數和幀數的功能 而且Afterburner還能夠為顯卡進行超頻或降壓等操作 使用起來也比較容易上手 比較推薦新手使用 另外FPS Monitor是需要通過Steam平台購買 內部擁有非常多樣化的套件使用 能夠進行更加細膩的監控顯示 但用起來相對也比較複雜一些 如果不是對監控顯示有更高的要求 我會比較推薦MSI Afterburner 不過Afterburner對於一般新推出的CPU 姿勢的監控顯示也會比較慢一些 比如之前新推出的Intel 11代庫瑞 Afterburner在那時 暫時還是不能夠完成顯示11代的所有信息 在那個時候就只能夠改用FPS Monitor 又或者是等待之後Afterburner的最新更新了 那麽以上就是本次和各位推薦的監控和硬件檢測軟件了 當然這些只不過是我個人比較慣用的軟件組合 市面上還有眾多的檢測軟件也是有不錯的使用體驗 如果你有用過哪些不錯的軟件 也歡迎在下方評論和我們分享 那麽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內容了 如果覺得這些影片對你有所幫助 別忘了點贊、評論、分享支持一下 連關新觀眾也別忘了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也歡迎加入頻道的付費會員計劃 每個月都會有付費會員的專屬直播消息 又或者可以到Buy Me A Coffee 或通過Touch & Go Wallet打賞支持我 覺得這次影片意猶未盡的朋友還能到我的Discord群組來一同交流 而除了有更多第一世界的數碼科技內容分享 有專居需求建議的也能到那裏尋求幫助 那麽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為止了 我是來自馬利亞的Kenny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期影片見 我們下期影片見